早上好,Michelle进来了 好,大家早上好,谢谢你们抽空进来 了解一下如何选择正确的精华液 精华液在我们的夫妇 当而她扮演什么角色 那我再开始,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因为有蛮多的新朋友,已经有看到 谢谢你们的参与 我是Yi,也可以叫我Yi慧 因为我在美丽凯呢,加入美丽凯四年了 那成为孤岛,就是我们的Sales Director 三年,那我是在四年前 就是通过我的朋友在Facebook 我先没有大家 Hello,刚进来的朋友,你好 Lim K.N. Hello 我是通过朋友的脸书,Facebook 我就看到她分享她用产品的那个心得 就是她之前也是很多黑头粉刺啦 很多皮肤的问题 然后她的朋友也是介绍她用美丽凯的产品 她用了一套草本精华的系列 在一个多月内她的皮肤改善了很多 所以我是,因为我相信这个朋友 我跟她买了蛮多的一些精华油 那时候我帮我的孩子按摩的时候 我跟她买了一些精华油 然后她也很诚恳地介绍 分享怎么用啊这些 所以当她分享美丽凯的时候 我没有马上就去使用啦 我是有去做了一些 就是去查看这个公司的一些背景啊 她是在哪里就是销售啊 很多她的一些产品 我去研究一下 就是去在网上看一下 所以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原来她在很多台湾的节目啊 《女人我最大》 很多杂志都有介绍 然后很多一些艺人啊 那时候当时我看到的 有Coco李文啊 叶倩文啊 很多她们都有用 然后那个 有一位叫做牛耳老师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 台湾的《女人我最大》 它是一个很知名的 很知名的那个 我们叫的 美丽达人啊 那种他们叫的老师 那种达人啊 什么什么 护肤达人 美容达人 然后我就看 它是介绍那个 Skin Biggered Brush 我们的第一代的这个刷子 我就觉得很好奇 所以我就是 抱着很好奇的那个 那个心哦 去认识美丽凯 所以是在 Hello Stephanie 所以在四年前的8月8号 我就加入了美丽凯 就是成为顾客 就像你们这样 就是来上课 我就 两个月内 我就上完她的所有的课程 就是很重要 我是要学她的那个眼睛的护理 然后黑班啊 之前我有蛮多那个小小的 雀班这些班啊 所以我是一进来就是成为顾客了 然后我是慢慢了解她的那个文化 我就一开始喜欢她的文化 我就开始去上课 然后了解怎么成为一个美容顾问 所以我的那个过程是这样 所以我想请在座的你们 有可以请新朋友 想要给我做一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 你是现在在做什么呢 然后你想要学什么 今天想要学些什么 好吗我请 王阳想 你方便说话吗现在 Hello 王阳对吗 是 我 对吗 对 你好 通常要怎么称呼 通常你们会叫小阳还是小王 还是什么 你叫我绝娜也是可以了 绝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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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亲上我过来吗 但是 我就是 我其实是没有什么要目的性 但是我想知道一下这个产品是怎么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是到了这个年纪说 如果保养一下也是好的 对对对 保养 很好 就是来多学习一下对吗 认识一下一些产品 还有护肤的那个方法 对吗 对对对 很好很好非常好 其实我起初也是抱着这种 就是学习的那个 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多认识看 有时候可以帮你 增加你的皮肤的那个吸收力 很重要 很好 谢谢您 好 谢谢Joanna 请问有哪一位是新朋友呢 有一位 SY SY是呢 是呢 是第一次吗 参加我们的 参加我们的 课程 是吗 SY 方便说话吗 SY Hello OK 没关系 OK 如果你们 Angeline是第一次进来吗 Angeline True Hello 你是第一次进来我们的课程吗 今天想要学什么 我大概想做一个 就是问一下 你们今天想要 特别是哪一个精华液 你们想要 我了解还是整体都想了解 是 Sara你想了解什么 Sara 我是想了解整体 因为我才可以帮助 我的朋友的需要 好像看到他们的不同的 皮肤来 介绍 很好 谢谢 Sara Sara 她也是用了 她的最爱应该就是 Ufinity 对吗 是的 她会请你 好 等下我做面膜的时候 我会 请你分享一下 你的一些 产品的 之前之后的一些改变 所以如果 Esa 我都去问你 等下 我用那个 Ufinity 用了后 我的女孩突然在痒 哦 没关系 可能她是在做一个排毒的现象 等下我会跟你 我会跟你们谈一下 一些常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痒 这些东西 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叫做 调理反应 所以产品呢 让我会跟你们解释一下 嗯 好 还有在什么时候用 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选 在对的时候 用新的产品 OK 好 谢谢 我们来开始一下 第一个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 谁 还没有听过 有听过 Mary Kay的对吗 可以放一个 1号 都有听过的 还没有 就是你 目前啊 就是都有在 可能在 Facebook 还是在那里 都有听过Mary Kay的 放一个1号 给我看一下 我看只有一些新朋友 Joanna 你听过 就是在Grace 跟你介绍之前呢 你有听过 美玲凯吗 没有 我没有听过 啊 没有听过 只是Grace跟我讲 我才知道 啊 很好很好 对 因为我也是在 四年前完全没有听过 这间公司 就是也不了解 它为什么就是 就是通过朋友的分享 所以这间公司 其实已经57年了 它是美国公司 然后目前在全球 有将近40个国家 包括在中国 中国应该将近要有 30年差不多了 在中国 然后台湾也是差不多 都是30年左右 那马来西亚 新加坡 马来西亚20年 新加坡11年 OK 所以目前呢 它在 我们最重要就是 有 就是护肤品 对不起啊 没有一下你们 OK 就是目前 在 全球呢 我们就是以 护肤品跟化妆品 为主 主要 那我们 在公司呢 有一个90天的保用期 所以我当时 三年 四年前 我用的时候呢 四年前用的时候呢 是因为想要试试看 所以它有一个90天的保用期 所以任何的产品呢 它都是测试 大概是每一年啊 每个产品都有 整组的产品都测试 500千次 就是 500千次才会推出 所以它很 我们的产品就是 有那个 性的保证 所以 任何的 如果说是 有一些不适合的地方呢 你都可以呢 拿去做一个 兑换 嗯 所以没关系的 我们会 让你用到 对的 适合你的 那个 产品 所以我很喜欢 那个90天的保用期 还有就是目前呢 美林凯是在全球呢 首五大 嗯 首五大的 护肤品跟化妆品公司 就是前五大 就是有一些 可能我们 在市场上都很 听得到的那些 呃 牌子啊 大牌子 那在销售方面呢 美林凯是在前五大 也是 我们是一间 直销公司 就是直接从 那个 美林凯呢 到我们 我们是 叫做 经销商 我们是 美容顾问 那直接到顾客 所以中间是没有 经过店面 或者是 呃 那些可能 呃 那些 呃 没有通过零售 就是直接的 嗯 没关系 这个我们会 有问题的 等一下我私下 再跟你们解决 我们先 让大家了解一下先 然后我本身 呃 在用精华液的时候呢 会有的一些反应呢 或者是有一些的那个 要注意的事项 会让你们知道 OK 那第一呢 我们先来做就是 这个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做 用任何的护肤品之前呢 你都要确保呢 你的脸是 完全是干净的 不然的话 有时候 有时候会有 敏感啊 会有很像 羊啊 这些 我们要从 第一个步骤开始 我看一下你们的 chat 我看到几个chat 等一下 哦 ok very good thank you 我们很喜欢 那个Ufinity very good 很好 等一下 我会解答 Caroline的问题 这个是很common的 有些 他们用了之后 有这种 条例反应 我们就要回去 看一下 你几个步骤 要注意的 我会跟你们讲 注意的事项 你们要记得 因为这个会关系到 你的 用精华液的一些 嗯 可能是 就是有一些 它会排出来一些东西 其实是好事来的 是好事 或者是 痒啊 就代表你的皮肤在 在做吸收的工作 第一个呢 这个 这个 无油的 eye makeup remover 所以有用 都有油脂罐呢 给我一个 一号 如果你们都有用 因为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做 等下会 做一个 眼部的 轻轻的 眼霜 但是这个眼霜 也是很像 serum这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确保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睛 清理干净 嗯 我会 OK 我会解释给你们 为什么 你们可以问一些问题 我会分享 我当时用 清华液的一些 要注意的事项 OK 很好 所以这个呢 你们一定要确保 眼睛要干净 因为这个是 里面是有葡萄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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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把它分解 非常小 所以它不会 阻塞毛孔 然后你们有听过油粒吗 有听过那种 很容易讲油粒的 有听过 Million Seeds吗 嗯 Million Seeds 就是那种油粒 通常往往就是 我们可能 用了一些 可能 防晒 或者是一些 moisturizer 日霜 晚上 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眼部 其实是非常非常薄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用那些 日霜晚上 我们查到眼睛部位 它其实是容易 深油力的 因为眼周的那个 肌肤 大概只是很薄 大概比普通的皮肤 薄三倍 就是更薄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步骤很重要 因为它是我们的 确保那些油 那些东西 全部 给去除掉 我们才做洗脸的工作 所以早上呢 你可以 我们有很多种洗脸霜 到时我会再开一个课程 是教 怎么选 你适合的洗脸霜 所以今天我们 主要是精华液 所以我会带过这个洗脸的步骤 这是我用 我今天是用一个 就是可以帮我们 补水跟提拉的一个 这个洗脸霜叫 Timewise Repair 它是专门修复我们的细胞 我今年是42岁 所以我在 大概是38岁的时候 认识Mary Kay 所以我之前是完全没有用精华液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用了之后 你的皮肤真的是 比较会提拉 还有它的修复功能 会比较强 等下我会跟你们解释 为什么 所以这个呢 你突然洗脸 我们用这两个美容纸 这样 轻轻地按摩 转小小的圈 转小小的圈 这样按摩 顶像也是可以 但是呢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 你如果要确保你的精华液 吸收得很彻底呢 这个是一个 我们叫做音波 有谁听过音波 Sonic 有听过的 你们可以放一个1号 给我知道一下 你们都有听过 Sonic 你有听过 Ultra Sound 对吗 Ultra Sound是比较小的 比较更快 但是这个Sonic 它一分钟 一分钟会震动 12千 就是12千 就是12千 就是每一秒 除以 60秒 每一秒 多少呢 每一秒才200 所以我讲一次 一 二 它就已经震动了200 200次 所以我们通常是 我做了我的左边 因为昨晚我做了我的右脸 我们昨晚做了一个视频 一个直播 所以我就用这个打小小的圈 所以你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我们的脸吸收你 购买了一些精华液 购买了一些护肤产品 它会跟你说 哇 这个很好吸收 但是我们还是要确保我们的皮肤是干净的状态 所以这个景象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整脸你就这样做 就是带过 大概是 它一分钟它会自动的 自动的关 关机 它会自动的 一分钟 所以半张脸是30秒就可以了 30秒 所以一分钟 很多人讲 我觉得我没有时间 可是其实这个是很适合没有时间的人用的 对 因为它是很很彻底 然后 你们猜一下它比手 比手 我们现在是用手 通常用手来洗脸的吗 它比用手洗脸呢 可以清洁几倍呢 是要猜一下吗 新朋友 清洁三倍四倍还是五倍 三四五 你们猜一下 它已经是 我们有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那些 他们用手洗脸 然后放在显微镜 yes 对了 四倍 它们放在显微镜底下 对吗 用手洗脸的地方 然后呢 跟用这个 因果 解面仪呢 它的那个分别就是 它们有测试 它里面的 它测试里面的那个 肮脏 还有那些污垢 是用这个仪器呢 是四倍 就是它减少了那个污垢 就是更清洁四倍 OK 所以这个步骤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 用好的精华液之前 不要让它浪费 所以我们的解面工作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 像你打小 大小厨 你也是要清理肮脏 还是要买新的东西之前 你都要先把它 用干净 好了 这个步骤过后呢 很快我们进行 第二个步骤就是 要记得收缩 收缩 还有柔肤 它这个呢 可以帮你就是 叫Softener 可以揉肤水 Softener 它跟 谁知道 这个Softener 跟 Toner 的分别是什么 有听过 那种叫做 收缩水 这个叫揉肤水 谁知道那个分别 可以开mark 想一下 它的分别是什么 收缩水 就是那种 外面很多Toner Toner 跟这个揉肤水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有谁要猜一下吗 里面有一个成分 这个Softener 是没有的 谁知道 通常Toner 它们都会放了一个 里面 都会有一个成分 你们猜一下 是什么 谁知道 酒精 对了 对很好 谢谢 没有要喝酒精 对了 因为酒精 其实是很 会把我们的水分 给拿掉的 但是 有些长痘痘的人 他们就需要用 还有酒精的 去杀菌 跟控它的油 但是 一般上 如果你的皮肤是 刚性 或者是混合性皮肤 就是缺水 缺水型的 像我是缺水的 所以我们如果再用 Toner 它就会拿掉 我们的水分 那很多人也忽略了 这个 这个步骤 其实它是帮我们 软化我们的皮肤 然后 你看我用这个 Cotton 往上 对吗 往上 你们有发现 这个是往上 但是我用这个 makeup removal 我是往下 OK 很重要 这个你们要记得 就是我们的皮肤 那个毛 它是往下的 OK 所以你看你在做 这个makeup removal 你是这样 往下吗 如果你这样往上 它会把污垢 给它 给它进了毛孔进去 所以我 以前是 很多卸妆的问题 是不懂了怎么去卸妆 很多时候没有人 你买东西在counter 它不可以讲 它不会跟你说 小姐你回去 你要这样卸妆 有没有人这样跟你讲 不会的 所以在美宁海 我学到就是 美容课 它会教我们很多 这个手法 所以在做这个 揉肤水 你就往上 往上它会开 让那个毛孔 可以呼吸 现在可以呼吸了 因为已经干净了 呼吸完后呢 我现在要做一个示范给你们 就是用这个 我们有两个叫做 去死皮去脚制成的工作 这个第三个步骤 你们要注意 因为很重要 就是我们在用精华液之前 很多人会长痘 或者是有一些反应 痒痘 什么的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一层死皮在上面 如果死皮在上面 你又再放精华 那些好料上去 对吗 它不能吸收 它就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在上面 就是有一些 可能是长一些 痒痒的 或者是给你一些 痘痘 或者是一些 红肿 那些都有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现在我先示范给你们看 怎么放 因为要放大概 十分钟 我在吃到这个十分钟 我就解释给你们听 皮肤的构造 所以这个 我现在已经放了 柔腹水 已经是柔软了 就是把它柔软了 所以有两种 一种就是 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 我放 刚才我是全部用 做我的左脸给你们看 OK 这个那里 它是有点透明的 是透明 比较没有颜色的 它是透明的状态的 OK 的那种 有点像serum 它是有点像精华液的 pilling 它这个是一个星期做 大概两次左右 所以 如果你们要用精华液的朋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不然你的精华液没有吸收 你会觉得很浪费 OK 紧张也是可以做 我会做半 全部一半 做一半的脸给你们看 OK 就是这样 然后 它里面有很多的海洋的成分 就是 有一个叫做 Glycolic acid 它是一种 它不是果酸 它是比较柔和的 很柔和的 大概2% 它是适合在家里使用的 患敷 不会伤害皮肤的 敏感皮肤也是OK 可以使用 所以你这样弄的时候 你轻轻跟它揉一下 就放住呢 给我放一个8分钟这样 跟大家解释一下 OK 到目前为止有任何问题吗 有没有任何问题 你问当你揉的时候 是往上还是往下 还是怎样呢 轻轻这样 往上 轻轻往上 它其实很快很快的吸收 很快 这样轻轻 就好了 打圈圈 大概小小的圈圈就可以了 OK 小小圈 就把它放住10分钟 你放完之后 你就放一个 timer 9分钟左右 因为你在放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1分钟了 OK 很好 那我们看一下 嗯 这个是 OK 那个皮肤的故障 给你们猜一下 我们一般上呢 健康的皮肤 就是25岁 25岁以前的皮肤 多快呢 多快在几天内 它会自然的修复 跟新陈代谢 所以要猜一下 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 二十一到二十八天 第二个是 三十天到三十六天 这样 嗯 所以要猜第一个 A还是B A是二十一到二十八 还是B三十到三十六 A 嗯 对对 很棒 你们都有听 A对了 这是二十一到二十八天 这个是25岁的皮肤 所以这个是健康 还有他们会 很像小孩子 他们割伤 还是什么 就是自然的 它的那个精陈代谢 还有它的胶原蛋白 它是自然的 OK 我SPOTLINE一下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 嗯 OK SPOTLINE 给你们看的 比较明显一下 所以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皮肤的那个 呃 呃 呃 所以你看这一层 如果一般上呢 呃 就是二十一 二十五岁以下的人 他们其实这个 这个死皮会自动的 就是更新 就是有新陈 新陈代谢 他们很容易的 所以你看起来 呃 年轻的他们皮肤都是很有 光泽跟很亮 很有弹性 对吗 但是到了 大概是二十五岁以上 对吗 我们的这个 这个胶原蛋白 这个胶原蛋白的产生呢 会越来越 逐渐的一直 一直往下 每一年都会一直往下 所以大概是 如果要这个 新陈代谢的这个 整个活动呢 差不多都要三个月到四个月 你如果是二十五岁 三十岁以上 那会越来越 越来越久 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做 这个去死皮的工作 对吗 所以这层死皮 会跟住你好几个月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都没有去除掉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 对吗 你一直放很好的东西 它有吸收吗 你会觉得它一直就是 一层死皮在那边 无法渗透进去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用一个 这个我现在用的是 一个叫做 它是比较是属于 那种第二第三层的 所以它会把 里面的 第二第三层这些死皮 你呢 跟它去除掉 推上来 然后第一层也是跟它慢慢的 就是去掉 然后有另外一种呢 是针对 直接是针对 皮肤的上面那一层 所以你们都有用过吗 所以有用过这个 有用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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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有用过的 放二号 OK 这个是 Micro Dermabrasion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 它们 它的微微微微微 你可浅一下 如果说今天 你要把自己的毛孔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如果有些人 他们的毛孔 想收缩毛孔 然后我们有一个 叫做收缩毛孔的精华液 精华液 你可以这样打小小的圈 然后这个不用停留的 不用停留10分钟 你可以直接用水 跟它抹掉就可以了 它的分别就是 在我的左脸这边 它是渗透第二第三层的死皮 所以会建议大概30岁以上的人 就可以用一个比较深层的换肤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的毛孔 很像你有一些 发痕和毛肿出大的问题 就要用一个 叫做威力的磨砂 它会帮你把那些死皮磨掉 就像钻石磨砂一样 很轻微的 就是它可以达到收缩毛孔的作用 好 差不多看时间 刚才我提到 有谁 一个星期最少都有做一次的 换肤 就是做这个 去脚制成的工作 有的话 放一个5号 有吗 都有 星期最少做一次 一次是 一次是说很像 其实25岁的人 以上 一个星期一次 OK 如果你觉得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年龄 比较成熟了 其实一个星期 要做两到三次 像 你们有问题吗 几时用 几时用 这两个产品 最重要是 不要 连着做 像我今天做了这个 发痕 左脸 这个发痕 我不可以隔天就做 你至少要停留 要隔一天 OK 然后呢 我做这个 威力的 这个钻石磨砂 OK 不可以隔天做 就是你做完 Facial pill 你要隔一天 中间再做你的磨砂 因为我现在是做 两个不同的两边 所以是OK 明白吗 有问题吗 有没有任何问题 在这个第三个步骤 因为一个礼拜做两次可以吗 可以 这个一个礼拜可以做两次的 这边讲 for best result use two times weekly OK 就是不要隔天做 最少要空天 OK 这个很好 因为把那些死皮弄掉 而且它里面的那个 成分会帮你重组 你的那些里面的那个 那些细胞 就是有些已经凹凸不平 凹凸不平的 把它重组 OK 很好 还有什么问题 能明白这两个的分别 一个是表 这个是叫做表层的磨死皮 这个是内层的 OK 所以内外都要做的 尤其是三十岁以上的人 都已经 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已经很 很多死皮的 其实是非常多死皮的 OK 明白 好 来我现在差不多时间到了 OK 多一分钟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在我讲到公司的背景的时候 对吗 美林凯呢 这57年呢 为什么它可以 就是在这个市场上 57年 像新加坡今年庆祝 国庆几周年呢 很美的号码 55对吗 55 像新加坡我们有 我们有我们的那个 信约这些对吗 还有我们的国歌 我们都有讲到我们的那个核心价值 对吗 核心价值 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美林凯的一个核心价值 就是第一 我也喜欢它的这个黄金法则 就是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就怎么对待别人 就是像有点像 孔子讲的 己所不欲物食于人 像为什么我们的那个销售团队 在全世界啊 其实是有400万 400万的销售团队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用这个黄金法则呢 给时间 用这个黄金法则 来运用在整个美林凯的这个团队 还有它的那个管理层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就是Go Give 就是乐师 所以我们的课程其实都是免费的 因为我们要让大家先了解 怎么用产品才购买 它的那个推动力来用的产品 是比较持久的 持久性的 然后 Make Me Too Important 就是如果你们等一下有问题 私下你们要问 你们可以留下来 因为我相信 不是每个人都 每个人的皮肤的一些状况都不同 所以我们要给你们一个 Customize 就是一个比较一对一的这种 服务啊 还有就是我最喜欢就是这个 优先的那个生活顺序 就是Balance 平衡的那个优先顺序 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信仰第一 家庭第二 跟事业第三 所以我本身就是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 所以我是在这个情况 我觉得她很配合我的生活的那个 我的那个时间表 所以我是在孩子他们上课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一些课程啊 然后他们晚上睡觉 我就可以也是继续的做我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非常符合我的 生活的那个顺序 优先顺序 OK好 已经时间到了 我可以抹掉这个 这个 这个 在我的左脸 所以你其实可以讲话 可以做很多东西的 你不用说 你可以去做教务啊 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你抹掉的时候 你可以用清水 清水这样抹掉 它其实很快就吸收了 很快很快 然后它会有点 它有 补水的作用也是 它里面有很多那个 海洋的补水 有问题吗 有谁要发问 嗯 嗯 OK 所以就这样抹掉就好了 OK 所以等下我们做那个 精华液的时候呢 它就会吸收 真正吸收到我们的那个 真皮 OK 真的是进到真皮 不是去 喂 给他个表皮吃那个精华液 你是 这有点浪费了 OK 好 所以抹掉了 OK 所以通常你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在 如果有一些还在 还是有 就是 还有来月经的朋友呢 你就尽量 不要在 你要来月经的 那一周之前 去做太多的这种 患夫的工作 其实会比较敏感 皮肤会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的最好的时候是在 呃 经期过后的两三天过后 做这些患夫的工作是最好的 OK 然后呃 就是 就是 呃 感觉你皮肤很 就是一个星期就是 呃 定期的去做 定期的去做 是OK的 最重要是记得 你用完这个 患夫之后呢 记得要放这个 呃 OK 放这个 我们的柔肤水 对我 spot light cancel一下 OK 所以这个呢 这个 柔肤水 刚才我是 洗完点 我就有 我就有 用这个 这个 这个 所以现在我做完了 这个 患夫 因为我冻到 冻到自来水 只要你记得 有冻到自来水的话呢 就要用这个 柔肤水 跟它 平衡一下 平衡 平衡 就是给它 往上 嗨 啊 什么时候 要用那个 Palming Miser 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 非常好 Thank you 所以你看 这个 我把它 已经 收缩了 那个 毛孔 给它平衡一下 刚才很好 Sarah 问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在这边 我的 右脸 我是用那个 Micro Dermabrasion 做了那个 磨砂的工作 对吗 所以现在呢 我看一下 如果我鼻子这边有毛孔 OK 我就可以放在这边 通常只是放在呢 放在有毛孔 比较粗大的地方 OK 一点点这边 所以我不会放整个脸的 OK 但是如果说你 你觉得你整个脸 都有很多毛孔的话呢 你就可能 第一个 当你用这个 Pal Minimizer 的时候 你就focus 你就专注 用一瓶 这个 Serum 在你的毛孔粗大的地方 你就做完磨砂 就可以放柔肤水 OK 就直接放这个 收缩毛孔的精华液 OK 所以我现在只是放在 这些毛孔粗大的地方 可以吗 OK 所以这是Pal Minimizer 它的作用呢 它是有一个叫做 那种Persian Silt Extract 是波西的一种 丝绸啊 它的一个 萃取物呢 它可以帮我们很快的 收缩毛孔 OK 所以如果 所以有 这个 毛孔的问题呢 你们看一下镜子 通常我们都会有一些 毛孔 出大的问题啦 所以你们可以做的 最好就是 配搭这个 Micron Embration 所以这个 毛孔 收缩的精华液 才会渗透进去 好不好 OK 有问题吗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 平时洗脸了之后 需要放吗 什么 平时洗脸了之后 需要放吗 可以 就是针对毛孔的地方而已 你看啊 我现在只放这边 我没有放到整个脸 等下整个脸 我会用别的精华液 你可以 只是放在毛孔的地方 所以这支是 毛孔收缩精华液 可以吗 OK 再来第二 我先保护一下眼睛 因为我等下要做一个按摩给你们看 所以我每次呢 一洗完脸 放完缩缩水呢 我就会先用这个 Eye Gel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最爱 就是 它先保护一下我们的眼睛 OK 保护 保护眼睛 因为这个 Eye Gel 它也是一个 类似 Eye Mask 但是可以不用洗掉的 一个眼膜 你可以放住呢 你就可以给它 保湿 130% 1.3倍 OK 1.3倍 所以轻轻按摩下去 OK 好 再来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 我会放那个 Eye Eye Cream 但是它也是有点像 Eye Serum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眼睛的那个精华液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小 它的分子 OK 所以如果你们呢 在找找一个 比较容易吸收的 Eye Cream 我会建议你们 用这个 Eye Cream 它是非 有用的朋友呢 放一个 2号 喜欢这个吗 我就示范给你们看 这个是非常非常 它的分子真的是小到 耶 2号 它的分子很小 所以它很快很快吸收 如果你们有用过一些 Eye Cream 它很容易讲油粒 这些东西的话呢 你们要注意就是 首先要放一个Eye Gel 很多人没有放Eye Gel 这个Eye Gel 是帮你补水 然后再放这个Eye Cream 这个Eye Cream 这个Eye Cream 因为梅林凯琼大概有 4种Eye Cream 但是这个Eye Cream 是最小的它的分子 然后里面有 玫瑰 我们的有不掉线玫瑰 就是那个 Alpen 在那个 瑞士山上的 我们叫做 阿尔卑斯玫瑰花 你们猜这朵花可以存活几年 80年 100年 还是120年 100年 100年 对了 所以这朵玫瑰花很珍贵 它是在瑞士山上 对吗 可以耐寒冷 零下20多度 但是又可以抵挡紫外线 你看它强不强它的生命力 而且可以活100年 哇 像我们都已经差不多是那种 人类的那种 对吗 100年它可以一直的生存 是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的科学家 花了9年的时间 来推出这个系列 我们刚才有听到很多人讲 Ufinity SY 有讲Ufinity 他很喜欢 Serum 所以为什么我们用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这么好 就是因为 我们的科学家 其实是 我们有一班 科学家 他们是花了155年 就是他们整个团队的 他们的团队的经验 集体的经验是155年的研究的经验 所以整个团队10多个人 他们最少15到20年的经验 所以我们如果你要了解 我们之后会发给你这个 可以跟你带来的朋友说一下 我们有一篇这个报导 就是这几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们全部有一整组 有155年的R&D 就是研究和发展的经验 所以很重要 他们真的是去找 每次我们的产品 就是两三年 它都会有进行很多的 upgrading 我们每次都在讲 upgrade 要做更新更进 所以都会有upgrade 做完了这个 eye cream 好 我们来一一跟你们讲 不同的Serum 我先从 给比较年轻的开始 从年轻的皮肤 如果说今天你的 可能你已经没有长痘痘了 像我42岁 我还是偶尔会有 要来月经之前 还是会生几粒痘痘的 所以我 或者是你身边朋友 要进入青春期的puberty 他们是十一二岁 十二十三岁 就开始有痘痘的 因为油的分泌比较多 对吗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其实是我最爱的 Pore Purifying Serum 它是一个毛孔 洁净 精华液 对 暗疮 就是常常会生 青春痘的朋友 或者是 有一点点 吃太热啦 吃太多chocolate 吃太多榴莲 会生痘痘的人 对 可以 没问题 可以 所以这个呢 这个就会适合 我教你们怎么用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你是混合性皮肤 油性皮肤 这一罐真的是非常好用 然后 如果有年轻的孩子 青春期的孩子 都建议他们可以用这个 像我这边长了一粒痘痘 我会这样 轻轻按摩 按摩上去 轻轻按摩 然后这边 因为可能最近做那个淋巴排毒 它其实排出来是好事来的 不要害怕 这些痘痘出来 其实它是隐藏在里面 帮你把那些油 吸收那些肮脏 这些东西 然后给它排出来 像我们每次都会有 好像出去外面 或者戴口罩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生活的那种 遇到的很肮脏 还是压力 还是蚕碎 或者环境 或者饮食 所以这些都是OK的 只要我们找到方法 就解决它 像如果说 你会常常 那些 有些人会常常 像这边有点生痘痘 还是 你常常生痘痘的地方 其实你也是可以跟他 轻轻这样按摩的 轻轻 像我 每次以前来月经 我会这边生痘痘 但是我自从用了这个 Touchwood Touchwood 所以我真的是 没有什么生的 你看这个地方 它会把主色的毛孔 把它通掉 通到 通常会生痘痘 就是因为 那个地方的油 分泌太多了 所以它是帮它通掉 那个地方 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个毛孔 这些油 对吗 如果它跑到这边 来主色 对吗 其实就很容易 会生痘痘 所以它这个 精华液痘在这边 帮你Cure 帮你打通 Purify 可以洁净 那个毛孔 Core Purify 所以这个 你们猜一下多少钱 真的是很划算 写知道多少钱 这瓶 猜一下 猜一下 给你们猜 是 55 45 还是 35 这瓶 它里面是有一个 成分 就是 有那个 叫做 水洋 水洋酸 是一种 帮我们削 削种 削那些 Cure Bacteria 谁懂 猜一下 多少钱 你们猜 谁知道 所以 我是觉得它这个 可以用很久 大概是5个月左右 所以它是35元 所以这个是 我会建议那些 常常有痘痘的朋友 偶尔都会生痘痘的人 用这罐 然后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刚才就是讲到 Tore Minimizer 这两个的分别是 这个是比较适合有痘痘的 这个是毛孔粗大的 所以你看我放的地方 其实它可以是 用在不同的地方 明白吗 你们知道这两个的分别 这个是建议给那些 毛孔粗大 但是它又有 可能它有疤痕 以前很像 每次去 扣它的 那个 那些 有些人 以前 我们本地就有 一个很出名的 搞笑艺人 你们都懂 他是谁 他就会有 凹凸不平的地方 对吗 所以你就要用 Micro Dermabration 做了那个磨砂 然后呢 放这个 收缩毛孔的 这两个 你们懂它的分别了 怎么选择 可以吗 可以的话 放个1号 给我看一下 我就 move on OK 听不清楚 听得到吗 你们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的话 放1号 你妈的类瓶是 Paw Minimizer 是吗 对 刚才我不是 一收缩毛孔 我有放在那些 毛孔的地方 Paw Minimizer 因为看不清楚 Paw Minimizer Paw Minimizer OK 谢谢 收缩毛孔 OK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 我会建议给 如果这个朋友 他跟我讲 OK 可以 Lock out and come in You shall play 所以这个是 Serum C 它是针对 如果这个朋友 是21岁 已经21岁 开始呢 他想要 用一些精华液 开始要 做一个预防 像说他的皮肤 常常会 容易红 抵抗力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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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点点东西 就会很容易红 然后就是可能 代表他的那个 皮肤的那个 敏感很敏感的话呢 我会建议这个 Vitamin C Serum C 他是帮我们 给我们的皮肤 有抵抗力的 抵抗能力 然后他可以 修复那个 胶原蛋白 就是给他的刺激 我们的皮肤的 胶原蛋白的产生 还有邦昂 美白也是 有美白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会建议就是 你们可以放在 当然是 整脸都可以用 OK 整脸 但是我 有点像我最后 我会放Ufinity 我想要示范给你们看 你放颈项也是可以 整脸就是这样 放住就可以了 OK 很好 就是这样 往上 如果紧上 这个茶 紧上是非常好 因为它有 提拉的功效 也是 所以整脸 如果说今天 你想要 Try Mary Kay 的 Serum 我会建议你 用 Try Serum C 它是一个非常 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成分 然后也有维他命E Argan oil 很多的 Berry 我们的那些 它的很丰富 Promagranate 就是那个 我们讲石流 石流的成分 很高的抗氧化 OK 然后 这个是 Serum C OK 再来我们有 还有 多四种的 Serum OK 多三种 OK 所以这个呢 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我们讲 你想要 美白 OK 这一块 通常有谁有 黑斑的问题 黑斑 因为黑斑 对亚洲皮肤 其实是很 很普 在新加坡 尤其是新加坡 人会觉得很容易 长黑斑 因为我们在靠近 那个赤道 Equite 最靠近 然后我们的 UV指数 是全球 全世界最高的 11 UV的 Index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的 里面有 黑珍珠的成分 也有 也有 当归 就是帮我们 活血 跟行血 还有 一颗叫做Sampire 它是一个 海藻类的 植物 所以我通常是 放在这个地方 OK 这边 就是我们 如果今天的 黑斑 都是长在这些 最高的部分 你看你笑啊 就是在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放在 黑斑的地方 OK 这个是专门 对抗黑斑的 OK 我们有很多朋友 他们是用了 几个星期到 一两个月 就可以看到 它很明显的 淺淡化 那个黑斑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了解 整套这个系列怎么用 你可以看我们的 那个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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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的 课程表 我们有一个课程是完全 讲这个美白的 整套系列的 OK 所以这是我们的 Lumini Serum 谁有用过这个 翻个一号 然后你们 我这个是 真珠吧 这是黑真珠 OK 谁有用过这个 翻一号 或者你们想要改善你们的黑斑 让你的皮肤的肤色比较均匀的话 你可以放一号 OK 所以想要try的朋友 你们可以有黑斑可以用这个 OK 好 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 这个是 一号 yes 这个是 advanced lifting 你们听它的名字就是 就是 advanced 比较 进阶式的一种 皮拉 yes sy yes 一号 你们都有用Lumini 所以这个是 Lifting Lifting你要放在哪里呢 这个系列是跟 Purple Color 都是修复的 修复的 OK 修复跟 还有皮拉 预防下垂 所以这个呢 它有一个 它这个 有一个 开关 我们要这样开 然后你有看到它 这边有一个 显示屏 给你看一下你用到多少 OK 所以你这样放哦 大概是两个 palm 如果你要今天呢 你要你的 V脸的话 对吗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 我们的 jaw line 我们的 那个 额 就是我们的 下额 这个地方 OK 这样往上 它会帮我们 V脸 还有这个 法力纹这边 也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我再次示范给你看 看怎么用 你可以 我的建议就是说 当你在用一个精华液 你可以 focus 你可以 专注一个精华液 用最少一个月 OK 但是你可以看 我们放在的地方 是V脸的地方 它很快吸收 它是 它里面有很多 植物的精华 所以它一下子就吸收了 它的吸收力非常非常的强 所有的精华 等一下我解释给你们听 为什么那个精华液 跟 moisturizer 跟 日霜 晚霜 它的分别是什么 所以你就 focus focus 在这些要V脸的地方 像如果你们 额头 这些抬头纹 你要给它 就是 比较有 紧致的感觉 就是这样跟它拉上去 用这个 Lifting Serum OK吗 有问题吗 谁用过这个 Lifting Serum 给我一个2号 2 2 所以你们用V脸的朋友 就是用 Lifting Serum OK yes 2 然后等下再教你们 再用 你可以放颈像 也是可以用 那些双瞎巴的朋友 可以放在这边 它有 胶原蛋白 它这个是 很多的胶原蛋白 OK 好 再 来 就是 精华中的 我们叫做它的 皇后 皇后 Queen of Serum OK 为什么说 如果刚才之前 之前所有的 对吗 我们讲 美白 蛋化 黑斑 这些 是 对吗 这个 Lumivi 黑珍珠 这是给它胶原蛋白 产生 这是单一的 所以我会建议 刚刚使用的人 可以进来 你可以先用这种单一的 OK 都可以 然后还有Vlian的 OK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 已经是使用很多不同的牌子的精华液 你已经是一个对精华液不陌生的朋友 OK 不陌生的意思就是说 你最少用过两三年的其他牌子的精华液 那你跟我讲 你进来你跟我讲 我都用过很多精华液了 可能这些 对我来说 其实就 广东话讲 妈妈的 就是差不多了 OK 那我就会推荐给你 这个 Queen of Serum 这个Queen of Serum 真的是 它是集合了 提拉 想要修复 它有三个R 可以记得这个3R是什么 第一个R 就是它的抵抗能力 Resistance OK 所以可以帮我打在那边 Resistance 抵抗能力 可以帮我打下去吗 我们第一个R Resistance 就是我们的抵抗能力 抵御能力 OK Resistance 第一个R 第二个R呢 就是它的那个 Reduce 它会帮我们 Reduce 减少皱纹 所以想要减少皱纹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 里面我们的皮肤有一个成分 叫做Progestin 它是会出 OK 80%会老化的原因 其实都是外在的 20%是内在的 如果我们 那个紫外线来 我们的 茶的那个防晒 不够好的话 很容易就产生皱纹的 所以这个晚上 会帮你修复 那个 就是给它reduce 减少皱纹的产生 OK 然后第三个R呢 就是 Rejuvenate 就是换活 给它活化 我们的细胞 因为它有一个 里面 刚才我讲的第一朵 玫瑰花是 那个朋友讲 第一个玫瑰花是 阿尔菲斯的 Alphin Rose 第二个花呢 是 Evening Cream Rose 就是月见草 OK 月见草 你们知道它 在什么时候 会开花的 开一次的 谁知道 月见草 在什么时候 会开花 谁知道 谁知道 是白天 晚上 还是早上 还是什么时候 谁知道 谁知道 她在几时开花 有看过吗 我说她没有看过 我去 Yes 晚上 谢谢妹 对了 所以她晚上会 所以你们看到 女性 在调理我们的荷尔蒙 你会听到 有这个 Evening Cream Rose Oil 你要吃这个 Evening Cream Rose 它会帮我们 晚上 就像美人 就像一朵花 它会帮我们 修复那朵花 给它比较有 看起来 就像一朵 永不凋谢的玫瑰 OK 所以这个呢 第三个成分 就是它的 Peptide 它的那个 蛋白质 是一个非常非常 强的一个蛋白质 帮你 hold住你的collagen OK 不要给你的 那个胶原蛋白 垮掉 所以这三个R 记得吗 第一个R Resistance 就是给它抵抗能力 第二个R 是Reduce 减少皱纹 第三个R 是给它活化 Rejuvenate 可以吗 OK 来我们来看 这个为什么是我 很多人 谁最喜欢这个呢 有一个5 5 所以我其实还是 在用别的成品 别的金黄衣 但是我会用在白天 晚上我一定会用 这个 5 所以你就是这样 跟他按 我做成 大概两个Pump 所以我会放 我不能听 你们都听得到 对吗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因为Michelle 讲她听不清楚 你们都听得到吗 听得到放1号 可以吗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可以 有听到我的声音 放1号 谢谢 Michelle 可能你的connection 有一点问题 OK 没问题 进去再出来 它直接吸收了 谢谢Joanna 哇 直接 它的成分小到 你根本都没有时间 按摩 它就吸收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再来 我会跟你们讲 为什么要用一个 你要做按摩 你要加多一个成分进去 你看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表皮 对吗 表皮 有一层表皮 它的分子 如果我们茶 涂霜 管霜 它只是停留在上面 这是这些serum 刚才我介绍的所有serum 它的分子 分子 我们的molecules 它小到 它是用纳米技术 纳米 它可以小到 它可以跨越这一层 直接进到这边 进去 它的胶原蛋白这边 让它 叫它醒来做工 Hello 你们睡觉很久了 起来起来起来做工 wake them up wake them up 所以 当你在做这个waking up的工作 刚才Caroline有问到 为什么会痒 因为你的皮肤 已经睡觉很久了 睡觉 在那边没有起来做工 很累 所以到起来做工的时候 像你有没有感觉 有时候我们的 割伤之后 对吗 等一下 它要好的时候 它要修复 那个healing process 有没有觉得有点痒痒 有没有觉得 因为那个 新陈代谢 因为它的细胞 开始活化的时候 它会有点痒痒 其实是正常的 你会跟小孩说 不要抓啊 不要抓啊 像生鸡蛋白 你知道要好的时候 是最痒的时候 跟它同意吗 同意的朋友放一号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跟他们分享 就是跟我们的朋友分享 其实这个东西 是好事来的 你的胶原蛋白 谢谢Joanna 这些胶原蛋白 在做工了 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 是OK的 但是你要懂 就是说 最重要是 要让你的皮肤有水分 有水分的时候 它就会吸收 谢谢May 帮我打个字 有水分呢 它就会吸收 它的吸收力 就会比较强 所以刚才你 看到我 之前在做精华液之前 我强调要做患肤的工作 它就会吸收 跟污水 就是这个 softener 很重要 你要拍给它的皮肤 已经有软化了 再来放 它的吸收力 会比较容易 然后呢 那个痒痒的感觉 只是最多耐 两三天 可能一两天 在之前我第一次 因为我38岁 开始用May K的精华液 所以我第一次用 应该是 这个美白的 跟Serum C 这两瓶 所以我那时候 用的时候 其实它是会帮我 把里面 这些肮脏的 可能说 它隐藏在 我们的 真皮 这边 底下的一些 肮脏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 我们有黑斑 这些 你们看一下 这些 黑色素 黑斑 它会把它 推上来 然后跟它 换 就是像大扫除 你一定要把它大扫除一下 所以其实是OK的 大概 可能一两天到 一个星期都有 然后呢 你要懂 怎么去克服它 就是 建议用这个 所以当你在用精华液 其实 如果常常有 生痘痘 的朋友 就用这个 放在那个痘痘的地方 大概三天 就会干去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这个是 Sport Solution 我就会查在 那个痘痘的地方 它就很快 两三天就干去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案 就是有一个 Solution for 那些 有这种 调理反应的朋友 所以不用担心 你只要跟 你的美容顾问 说你有什么 因为一般上都OK 可能 Sarah 我想请你分享一下 Sarah 你分享一下 你用 Uffinity 你的 看到的 改变是什么 这瓶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这个 这瓶洗人 是我从 第一次 进入美龄海 买的 然后 我发现到 当我用了 应该说 几个星期吧 我发现 我的皮肤 会越来越 就是 亮 还有 那个 护色会比较平衡 皮肤也 比较美了 毛孔也 比较好 对 谢谢 对对 我看到 Sarah的改变很大 就是她的皮肤 比较 就是 刚才她讲的 就是 有一个修复 整个很像 换肤的一种感觉 对吗 然后 其实你用的时候 她 蛮温和的 对吗 蛮温和 早上比较喜欢看镜子了 因为 哇 好美 对对对 因为觉得 皮肤很像 活起来 有点玫瑰花的感觉 而且你用的时候 它有 很香的 天然的 玫瑰花的味道 很好 谢谢你的分享 OK 然后呢 来我们看一下 所以 刚才我讲 它很快吸收 对吗 很快就吸收进去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 我们的 刚才的仪器 对吗 从 那个刷子 变成一个 massager 一个按摩 按摩仪 所以如果 它很快吸收 其实 你要推 它其实会 比较难做一些 massaging 如果说 你 晚上 其实有时间 你想要给它 比较有一点 锁住那个水分 你可以 建议 你可以 用这个 叫做 Facial Oil 它也是整个 Ufinity Vase 这个是适合 干性的皮肤 还有就是说 你的皮肤 觉得缺水 或者是 没有弹性 可能说 你想要 增加它的弹性 跟它的光泽度 所以就是 一 两滴就够了 可以再按个脸 像就是说 你去打油 对吗 像我是比喻 如果你去打油 你用 95 98 给你的车 很好 但是有些 它会 开车 比较容易开 引擎 比较保护 比较好 所以 它这个叫做 enhanced 就是 比较加强 它的皮肤 光泽度 跟它的皮 你放的时候 你可以闻一下 你可以暖 给它 然后 拍打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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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的味道 所以今天 Alice Sarah 还有几位 都有在做 V脸 每天都在 V脸 所以 我们现在 V脸 所以我们可以 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月 Mary Kay 她有特别 优惠 给朋友 想要 在家里做 护肤 因为我们不知道 几时 我们又会 收到通知 要在家里了 所以我们可以 自己在家里 在做 这样的工作 这个是可以 帮你 V脸 帮助她的皮肤 吸收 还有 新陈代谢 这样做 你可以 拉上去 然后 我只是做一个很快速 因为这个 你要了解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课程 教你怎么做 这个 Roller Roller Massager 我们 上一周 已经做了 Roller Massager 然后 这边 很舒服 在这个眼睛 所以 当你塗 那个油的时候 在做这个按摩 那个皮肤 就更有光泽 它的光泽度 会更多 然后 那个油 你们猜一下 它里面的 那个 唇晶 是 多少 多少 K的唇晶 谁知道 是一个 里面 它有磨 把它磨进去了 24K 对了 Pure Go 对了 我妈妈是 开酒店 说她懂 Pure Go 现在Pure Go的 金价多少 那天你讲 一gram多少 90多 什么 一个gram 92块 哦 哇 所以这瓶 多少ml 25ml 但是我们不懂 它放多少进去 它是磨成粉 磨到很细 肉眼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看 一个gram 90多块 金 它的作用是帮我们抗炎 抗炎 抗炎 然后给我们有光泽 还有你们记得 埃及皇后 对吗 还有我们很多那些 什么瓷洗 他们都是用金 对吗 金可以帮我们测试 有没有毒 对不对 有些 以前看那种 古代的片 他们要看有没有毒 他们就用金来测试 对吗 有没有看那些 有吗 有看过那种 用勾来测试的 对吗 所以金是很重要的 很好的成分 所以它加进去 这个Facial Oil 里头 帮我们抗炎 还有 跟它有Firmness 就是 比较锁住刚才的精华液 的成分 在里面 它有包裹 包裹那个 成分 在里面 对 对 对 所以刚才 它跟这个 是一个 就是说 这个是进到里面 然后这个 它是在外层 包裹 它的营养 包裹 就让它的营养 不要蒸发掉 所以它的精 又给你 亮 就是有那种 亮亮的 一整天就有那种 很亮的感觉 可能 At least 跟Sarah 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们用了 这个 精华 按摩油 Facial Oil 的一些 反馈 还有妈妈也是用了 你们可以给我一下 你们的反馈吗 用了之后 有什么 感觉有什么不同 妈咪 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不同 用那个精华 Facial Oil 我现在用应该是第二瓶 应该是第二瓶 不过我先让勤劳你用 我每晚都有用 会感觉到皮肤真的有改变 而且比较干折 比较光折 然后那些细纹也比较不明显了 不然以前我的细纹 对 会啦 好像朋友看到都会感觉到 哇你的皮肤就是很好啊 就是这样 对 不错啦 真的我觉得这些都很适合 谢谢 嗯 我妈今年七十 七十岁了 但是 你皮肤感觉很像五十多岁的皮肤 所以真的是 我们都是四年前 四年前开始用Malicator 的产品 OK 很好 所以 好我们用完这个呢 之后呢 所以你要把那个 全部的精华 给它 就是锁住 不要给它跑掉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 Oil Free Hydrating Gel 我白天我喜欢用这个 Oil Free Hydrating Gel 它是一个 没有油的 Oil Free就是无油的 无油的 无油的 moisturizer 对新加坡的天气啊 因为我们的天气很炎热 所以我们的皮肤很容易流失水分 所以我都会建议 白天啊 你可以用这个 Oil Free Hydrating Gel 一种 补水的一个 凝胶 它会帮你把你的水分 锁住 OK 锁住 OK 你就跟它轻轻的 让它按摩一下就好了 OK 然后晚上呢 如果晚上 你们想要 锁住它的水分啊 比较 比较 一些成熟皮肤的话 我会建议 就是用这个 Cream 你放一点点啊 就可以放在全脸 它很滋润 所以它跟 这个系列是 同一个系列的 所以我是比较 常在晚上 会放在我的两颊 这个景象啊 它就会很皮啦 隔天起来 你的脸就会很有 很有光泽跟水分 就是 Cream 它跟Serum不同 记得吗 一个是 真皮 一个是在 保护它的表皮 OK 这两个的分别 好 所以呢 我做完了 这个最后一个步骤 是什么呢 很重要的 在我踏入我的 踏入这个厕所 之前我要确保 我放什么东西呢 谁知道 这个是我们 护肤很重要的部分哦 防晒 对了 防晒很重要 所以 我讲了 我们要 截脸很重要 防晒也是非常重要 OK 有两种 一种呢 如果你的皮肤 是属于干性皮肤 我们就建议你用 比较大罐 这个 它是补水的功效 比较多 它是Lotion 就是比较乳液 乳液的 OK Lotion 那这个是比较属于奶 奶状的 它是比较mute 比较水分 比较奶 比较 Liquid一点 比较有液体状 比较多 然后 它是mute 所以适合比较混合性皮肤 然后你想要有点 有点淡淡的粉红粉色 但是这个是纯粹是 无色的 OK 没有颜色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通常 我会做完的 Moisturizer 对吗 所以如果今天你 还有一点时间 你可以这样 按摩 按摩 如果你在看电视 可以做一个 淋巴排毒 OK Serum 你要吸收的好 你的淋巴排毒 也是很重要 你要自己做淋巴排毒 这个星期五 你们有空 8点半 可以进来 听我们一个 专业的按摩师 会来讲 Body Care 就是我们用这些 仪器来做按摩 8点半 OK 这个星期五 所以我们看这个 Sunblock 很香 里面有一个 Watermelon 我们的西瓜 西瓜的成分 它会帮我们 有那种凉凉的感觉 然后它的 SPF 是 50 50 plus 就是可以抗 紫外线 高达 你懂 多少个小时吗 谁知道 50 plus 谁知道 50 plus 可以抗多久 知道的朋友 可以放在 chat那边 打下来 给你们猜 10 12 还是14 12个小时 对了 妹 谢谢 12个小时 12个小时 很好 现在我查 10点 9 差不多 我可以带到晚上 当然 冲凉前 我就会 晚餐后 就洗掉 这样 嗯 所以 你有茶防晒 要记得 用这个 remover 的重要性 有茶防晒 一定要用这个 remover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成分 最好是用 makeup remover 给它抹掉 再洗脸 会比较好 当然 颈项呢 我就会用这个 比较 我示范给你们看 它的 比较柔一点的 比较柔一点的 比较柔深 颈项我就会用 比较柔深的 所以 出门 可以放在手 它是 不会油的 完全不油 然后 最重要 就是它是 适合亚洲皮肤 是 韩国 韩国制造的 OK 完全 不会有那种 很 没有那个臭臭的味道 就是有时候 我们放防晒有一点味道 那种 它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 很清凉的味道 清爽 清爽的味道 OK 好 所以我已经 做完所有的步骤 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吗 给你们提问一下 嗯 有问题吗 有谁有任何问题 不明白 像 你的皮肤要用什么样的 怎么样的那个 呃 精华液 你们了解了吗 了解 要怎么选择吗 OK 所以我刚才 用的步骤呢 你们 可以跟我 如果不明白的话 可以 呃 让我知道 OK 所以我想问一下 Joanne呢 今天你学到什么东西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学到 呃 通过今天的示范 你学到什么 一到两样东西 或者哪一个产品 你觉得 呃 蛮 蛮 蛮感兴趣的 有什么 学到的吗 Joanne呢 嗯 嗯 我其实对这些护肤的东西 我并不了解 我我我我其实我 呃 一直都没有怎么用过 很像样的这个化妆品 很少化妆 嗯 我的皮肤就是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我我我今天听这个课呢 就是觉得 哦原来 在护你皮肤要这么多步骤 嗯 其实我以前就是说 没有洗 洗完脸就就 就随便呃 擦一个简简简单单的 你的防晒霜也有时候也不是说很会做啦 但是我我我我我听你讲了以后 我是了解了一些 不过不过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从来没用过嘛 所以就是我是觉得比较复杂了 因为我没有我是没有做过 所以看到做这么多是需要的了 呃 所以我还要会再再多了解一点 也要去去去做 所以如果我要是对产品的话 我是觉得目前来说对我来说就是最简单的那步 就最最最最好我就可以现在用 要不然我就你讲那么多我都听到我 哇 一二三四五六这样的步骤我 我我我我不是很快就忘记了 对对 嗯 对很好 谢谢你的反馈非常好 其实我们今天的课程是比较是针对啊 已经有用过精华液的朋友 但是对你来说可能你先了解一下没关系 呃我们也是有一个课程是专门啊很简单的步骤啊 就是给完全就是像你刚才你解释的 你你呃呃 讲解的就是就是很基本基础的呃呃 基础的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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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步骤也有 因为美宁凯我们有七种系列的产品 很多,所以我们有针对 像您的话可能是比较属于初级的 就是说直接用三四个步骤就可以了 嗯,可以,谢谢你的反馈,很好 谢谢你哦,对呀 你可以下次来我们的基本的 今天是一个算是给你一个 先了解一下计划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认识,谢谢你 嗯,谢谢,有谁想要反馈一下的 你们学到什么? Angeline Chu, Hi 你学到什么今天?方便开麦吗? 1,2,3,可能在做工,没关系 有谁要反馈一下?SY 方便说话吗?SY Hello,SY 1,2,3 OK,你们我在数1,2,3,可以开麦的就开麦 不可以的话,没关系,at least可以吗? 可以分享一下吗? At least,你学到什么? 有吗?OK,可能在忙 OK,没关系 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精华液呢 如果说你只是粗 粗刚刚开始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 先针对你的皮肤的问题 或者说你想要改善的问题 去选择好不好? 像如果说我一开始我是针对 因为我想要美白嘛 那我就是直接用一瓶精华液 这个LumiV 来用在我的黑斑的地方 那你就OK了 OK,这是你可以单一去使用 然后这个Serum C 如果你想要有胶原蛋白 比较提拉 然后你也没有用过其他的精华液 那我会建议你用这个Serum C OK,所以有不同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跟我讲 我很忙 我想要晚上用Serum 那我又觉得 我想要以上所有的问题 想解决 就是一个精华液可以 涵盖所有的那些问题呢 你有超过两三个问题 什么什么 我会建议你用这个Ufinity 晚上就用这个 而且你是大概35岁以上 你觉得就是想要一个Holistic 就是整体的一种精华液 那你就可以用一个这样的精华液 晚上用就可以了 好吗 所以针对不同的皮肤状况 来用不同的精华液很重要 OK 所以今天我已经大概解释了 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 可以问我 所以我 还有我们接下来有些不同的课程 你们想要了解更多 可以跟你带来的朋友 把你带来这边的朋友呢 了解更多 好吗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话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不好 谢谢你们 还有问题吗 没有我就结束了今天的课程 OK 谢谢 我先把它stop recording 谢谢 OK 谢谢 谢谢 OK